親愛的YT、中視還有我們這個環宇電台 大型電台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的這個國外大丈夫的 節目我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近 各位我們都知道說在3月 我跟各位講說集團作帳 那當中集團作帳我跟各位講了這個國劇集團的國劇 龍心電 還有包括這個華新立華集團 華新立華集團以下有很多檔股票其實在3月都飆起來 比如說像漢語博 金城科 然後 再到MCU的新唐這兩天也都在動 那這個華新集團他當然還有一檔華新科 華新科這兩天跟著國劇一樣在被動元件這個 部分長得不錯那當然說 國劇呢有打入這個 輝達 的這個伺服器的這個供應鏈 在電源 像台大電 國劇一起他們都用到這個電感 所以 各位我記得我在去年前 我有跟各位講說如果你真的嚴格要去講伺服器 你把 這個伺服器 除了代工的廣達 偽創 還有這個技嘉之外 整個伺服器裡面你把它拆開來 很多都是這個胎腸供應鏈 那當然除了這個HBM的這個 高頻繁記憶體是 海力士 美光 等等這些是我們台廠吃不到的以外 裡面所有的 這個很多材料比如說板材 這個銅箔基板 那像最近這個 之前漲的台光電跟 台藥 那現在 聯電 在這個 走一個 跟著 聯茂 聯茂也通過他的這個認證 所以聯茂這兩天在走 一個補漲的行情 那聯茂呢 我跟之前跟各位在 講這一檔 那最近他除了是因為說有打進 輝達的供應鏈之外呢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有一檔 就是 趙峰的00943 他要在4月底4月29號來募集 那他已經 傳出 有一些相關的成分股裡面就有這檔聯茂 那我想 待會我 稍後我用一點時間 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檔00943的成分股 那其實我們在上禮拜 我們就已經先提早跟我們的這個 骨骸大賞夫 這個各個班的會員 我們都有讓他們知道這個 所以這兩天其實 00943成分股 有一些我特別指名的 都有標起來 像這兩天 標蠻胸的盛群 MCU 那再來各位盛群 盛群是全聯達班的 IC設計班 你也有這檔盛群 我在這個月的幾個分享會裡面 我有跟各位分享說 銷電的部分 消費電子 還有什麼生活家電 這些會 大陸的這個 就換新的政策 包括降息之後 也會刺激 經濟 就會帶動這個消費 複輸 那銷電這塊就會上來 所以我認為 盛群在這裡也是底部 也許 雖然有什麼消息或幹嘛 他在往下 但是 換作是我 我在這邊我會一路一直買 我每次帶 這個會員 一路 在這個底部做佈局 好 那除此之外 我說集團作帳 從這個 國劇集團 華新立華集團到 中美金集團的環球金 跟這個中美金也是ETF成分股 那到上個月底的 蓬城 也上來了 那除此之外 我們剛講到說 文貌連貌 的 這個董事長都是陳敬財 我們也把他當作一個 作帳小經濟 那這一次 不是文貌 上來 而是連貌上來 那再來就是 這個上個月還有這個 王雪洪 我說 投資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風雪 一塵 雪 王雪洪 其實我都在我的YT有跟各位講 所以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YT的人 你趕快訂閱進來 那我們在YT其實 因為 在 網播跟中視 我大概就只有20多分鐘 跟你講 但是 在我的YT裡面 我可以講的比較清楚 所以 下面這個 谷海大丈夫 這個條碼 你給他掃進來 好那掃進來之後 小鈴鐺記得打開 OK 宏達 集團的這個威盛 威風店也 打過一波 OK 好 那 緊接著再來 我說到了4月天 那4月天呢 這三天 就是季報 就是跟這就是這個 三月營收 到下禮拜回來 有 8 90 還有三天 所以這三天的營收 也會 要這個 三月營收也要陸陸續續公佈 出來 OK 好 那 那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剛好跟各位講說 其實這兩天 其實 在周末 雅虎 雅虎出來的新聞就是00943 我講說 兆風要在4月29 好那 我今天換你時間來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個 成分股 裡面 到底有哪一些 那當中有這個 紅海 人寶 那 這個當然紅海是這段時間都有在漲的啦 那 人寶 也是跟著這個筆電伺服器的這個代工 那再來就紅積華碩 那紅積華碩 我跟各位說這兩檔公司有什麼題材 AIPC AIPC 那微星是屬於電競的 那晶圓呢 這檔個股是屬於這個 鍵盤 鍵盤股 那晶圓的這個其實去年獲利不錯 去年獲利不錯 那 他等於說 也可能會被歸類在 就是歸類在這種 可能這個股息 相對比較高的個股 那晶圓也是屬於這個紅海集團的 那漢堂是設備啦 設備股 超風是 風測股 那聯發科 那益龍呢 你可以把它歸類在這個 因為他是屬於 他在這個筆電的觸控面板這一塊 佔他營收的大宗 所以 益龍可以把它歸類在 AIPC這一塊 那可成呢 其實這幾年 可成他是退手 可成他退手這個手機機殼 把它賣給大陸的這個公司 但是可成 他的這個 在鋁美合金機殼這一塊呢 他是具有這個 等於說你把它當作說 蘋果的 Mac的筆電的這個機殼 筆電機殼 所以可成 你也可以把它歸類在 AIPC這一塊 那各位你知道說 其實這段時間 我說如果你手上 你已經沒有這個 我說你如果是空手的 我覺得 AI伺服器這一塊 我不建議你再去操作 因為他其實 很有限 目前這三檔 看起來就是說 老AI就是廣達還蠻強的 但是 廣達的這個 這個 位階 也相對比較高 所以 你要做去 你要去做位階高的 我說相對的 你要不要留意 你要小心一點 但是呢 回過頭 我說 與其去做 AI伺服器 其實AIPC 我認為在下半年 會是一個新的亮點 那其實 超維的這個 執行長蘇之鋒 他在大陸 這個上市去參加 AIPC論壇的時候 他也強調說 接下來 AIPC 會是 一個新的一個亮點 所以 可成 我剛剛講說有幾個 這50個成分股裡面 我會跟你講說其實 蠻多都跟AIPC有關的 那敦陽是做企業這個系統 整合服務的 那楊博 蓮陽 蓮陽你硬要 蓮陽他也屬於PC零組件 蓮陽這一塊 那01 還有威健 蓮勇 蓮勇做這個面板驅動IC 那他的面板驅動IC有大尺寸面板 有這一個 手機的面板 那也有這一個 筆電的面板 這一塊都有 車用面板都有 好那 你要說 那他 有沒有部分 有一部分算於在這個AIPC裡面也算 OK 因為你知道 在兩年前疫情的時候不是 筆電大缺貨對不對 那筆電大缺貨你知道那時候敦泰啊 天鈺啊 蓮勇這幾家 瑞鼎這幾家公司的股價都是大漲 好那再來就是 經濟 那經濟是比較屬於這個 10英元件震盪器 那就是在手機這一塊 那手機不管是蘋果 Samsung還是華為呢 都會用到 經濟的10英元件震盪器 那特別是這個 我們講說 AI 除了伺服器以外 還有什麼樣 還有 現在AI手機 有沒有 AI手機現在也是兵家避震之地 那特別我們講聯發科 他也 現在也推出這個AI手機的旗艦晶片 好那大哥大台灣台灣大是屬於 這個比較穩的這個 這個高息電信 日電帽全科 反甲 敦泰 也是面板驅動IC 這個敦泰 驅動IC 那 反甲是屬於這個車電連接器的這一塊 那大聯大是屬於 IC通路商 然後正文 正文當然我們講說網通設備 然後 核碩 這一波 在上個月 核碩不是也被黃仁勳點名 有沒有 就是說 也是 列入這個他們 輝達的這個 合作夥伴 那再一檔就 仲達 那這檔仲達呢 各位 去年在漲 去年年底在漲細光子的時候 比如華星光啊 前景光電啊 等等的 那其實 仲達他也有細光子的題材 但是 仲達這一波相對的其他 光通訊的概念股 仲達反而是比較沒有漲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這一個 這兩天 在公佈了 這個 00943的成分股之後 其實仲達在禮拜一有漲 但是在 昨天 他的 股價就 等於說回檔有做一個整理 但是我認為 如果說你要買在絕情股底的話 那我認為這檔仲達 各位你也可以稍微來留意一下 你也可以稍微來留意一下 那除了仲達之外呢 這個 達星材料 中光電 中光電他其實也是 達星材料跟中光電他其實也是其他ETF成分股 好那從月是屬於這個做這個矽晶圓 矽晶圓的 原料 還有這個設備的都有 那聖輝是屬於半導體 半導體設備 的概念 那再來有這個 辛普 屬於這個電池的 那辛普 各位你知道 辛普他其實過去都做這個 鋁電的鋁電池 手機的鋁電池 還有筆電的鋁電池 那慢慢他現在又要跨入 整個汽車等等 所以 如果你要嚴格把 AIPC的這個 零組件供應鏈裡面 那辛普也算在裡面 好那 齊邦呢 他特別都在聯勇的 聯勇設計的這個驅動IC 都是在齊邦 做這個封裝 所以他們之間有 上下有的關係 那再來 瑞宜 瑞宜是屬於 做面板的這個背光板 那瑞宜過去這幾年的配股 也是蠻穩定的 好了各位 那你們看到接下來是聖群 好那聖群呢 我稍後會跟各位來講 這檔聖群呢 其實各位 我在3月 我是不是 在這個 9號10號兩天 我跟各位辦的 宇辰同樂 因為我3月慶生 我每年在3月 我會跟各位辦這個見面會 我3月的時候 我想 在這個時候 沒有一個分析師會跟你講 MCU 可是我在3月 我們的分享會當中 我非常大力的跟你推薦 盛群這檔股票 那你看到 盛群這兩 這一檔股票就在短短這兩天 他從93 從93塊 更正 短短這兩天 從53塊 從53塊就 標到昨天的高點 61塊 其實 短線的漲幅 也將近20% 將近20% 那也不會比這個 隔壁的這個 連貌差 那連貌當然 我在這個 上禮拜 禮拜四 禮拜四禮拜五 到這個週末 這個ETF 也把它 入列到成分股 所以 連貌連標了這個 應該講 三根漲停 有三根漲停 這檔連貌 各位 可以稍微留意 但是我覺得 短線漲幅這麼高了 我想 各位你追加還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 這整張表裡面 其實還是有一些在絕情谷底的 你可以留意 那京城 這家公司本身是做資訊軟體的 做資訊軟體的 那 在資訊軟體這一塊 在資訊軟體這一塊 我們講說 AI 慢慢的也要走進了這個 要有後面的軟體做這個 做backup 就做資源 所以 我們台股 有幾家的這個軟體公司 做軟體 這個 表現 獲利也都蠻穩的 比如說 這檔京城 他專門都是做這個 金融業的 那另外 其實有一家 屬於紅旗集團的微軟 也是軟體 他表現也都是 算 相對蠻穩健的 蠻穩健的 好那這個系格是屬於聯發科的這個 運用的這個封測廠 好那台表科我們知道他做這個 SMT 這個加工的 那過去在miniLED加工這一塊 那他的獲利也不錯 那 台表科同時也是也打入這個 車電 比如說現代的電動車的 這一塊 的這個 代工 那另外 迅德是做設備 深加電子 細創也是面板 驅動IC 那再來這檔 智新各位做電源管理IC的 我們是不是 在我們的 電源管理IC的這個 陳蓋國民黨當中 是有 立志 有這個貌達 還有一檔就是這檔智新 那以去年一整年的這個獲利來講的話 這檔這個智新呢 他的去年的獲利表現 他是優於立志 跟這個貌達 那我想智新他的電管理IC裡面 也是 歸類 他也是屬於這個AIPC 屬於筆電 PC的供應鏈之一 水檔智新 可以留意 那 事實上 也是屬於這個 在這個 IC通路 模組通路的這一塊 那 南茂做封測 達方 宇瞻 宇瞻是做這個公共記憶體的 那宇瞻其實過去這幾年的這個表現 也是 獲利表現也是蠻穩的 蠻穩的 那當然 我想今天也有這個工商時報也有關於這個記憶體的這部分 那各位 我想我這幾個月我都有跟講說其實我們看 今年的記憶體還是具有這個成長動能 所以 關於記憶體的這些 模組廠或者是晶元廠 晶片廠我覺得 IC設計的 我認為股價拉回也都是你可以這個 逢低來佈局的 一個 族群 好那最後一個是金居 來各位 最近你看到比如說我們講的銅箔基板 那銅箔基板 這個 不管是不是打入這個輝達的供應鏈 那台光電 呃 台光電 然後這個 呃台藥 還有這個聯帽 好那你知道銅箔基板的上游 要有什麼 要銅箔 要銅箔 然後要要什麼 要波鮮 波鮮板 那波鮮板當然我們前一陣子帶各位做的富橋 富橋 波鮮板 還有建農 但是建農跟富橋 感覺上 富橋最近的股價會比較活潑一點 那再來就是 呃 我說銅箔基板 除了波鮮板 另外一個重要的材料 那就是銅箔 好那銅箔我們國內的一個大漲之一就是金居 這兩金居 好那我想金居既然列入了這個 呃 ETF的 00943的成分股 那我認為這檔金居的股價未來各位 也可以稍微來留意一下 那我想這檔金居也是我們過去操作的這個成代股 那從這裡面你可以發現說裡面有 有不少我們的這個成城概念股 那當然裡面 也有 一個蠻大的占比是在哪一塊 AIPC 好所以這就是我 為什麼一直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空手的人 你不要再去做AI伺服器 因為這些股票已經被大家做爛了 他也許跌一下 又漲一下 但是他其實 股價的爆發力不太大 就是在那幾塊之間這邊蹭來蹭去 那一堆當衝客在裡面 就是在那邊急衝急殺的 所以各位我認為說 你與其要去做那些現在台面上很熱的熱門股 你不如怎麼樣 從這個 裡面 或者是我的 我們的 城概股裡面去挑怎麼樣 買在絕情股底也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破斷 獲利其實會比你去做這些老AI的伺服器股 還要來的好 那我想 接下來呢 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講到MCU的盛群 你看到這兩天在漲 各位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永遠怎麼樣 比別人早一步 這是我要跟各位強調的 的一個概念 我說你只有比別人早一步 你才有機會怎麼樣 你才有機會比別人賺更多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整理這兩天 你看這兩天的 盛群 很快的從53 漲到61 各位 你看盛群這樣漲 你就知道說其實這段時間 你就算是廣達 你就算是這個 技嘉偽創 或者是什麼 散熱 或者是什麼 重電股 或者是什麼 富士達 等等 過去 很標的股票 都沒有這檔 這個盛群 當然 如果你要以這幾天最標的 那就是連貌 那再來 除了連貌 大概就是盛群 那各位你知道說這兩檔股票 我都是提早 我就再告訴你 那你看盛群標上來之後 你看 在4月3號 4月3號就是 這個 這個 今天的這個 凌晨4點鐘 那 工商 工商呢 就發了這一個 新聞出來 報紙也出來 他說熱門股盛群受惠MCU價格指紋 這是 今天凌晨發的新聞 好 那在稍早呢 在4月2號 那4月2號就是在這個 昨天 昨天的下午 4點鐘 各位 是不是等 盛群已經從 五三漲到 這個最高來到六一了 連張兩天了 你看今天的理財週刊新聞出來 昨天 昨天下午4點才出來 這家 MCU大廠 第二季營收增溫 股價率先表態 有沒有 好 那這是理財週刊 好 那跟工商 那各位 麻煩你看一下 我呢 我呢 在上禮拜 這個是 3月29號 3月29號 就禮拜 上禮拜五 其實 巨亨 巨亨已經把我的文章拿出來貼了 好 這是我的文章 後面我有寫 有沒有 文章來源 泳城投顧 陳建成分析師 有沒有 好 那巨亨呢 在上禮拜五 就怎麼樣 已經寫了 盛群新品 益助 營運動能 庫存 調整 結束 今年 望春風 有沒有 望春風 我在 我的分享會 的時候 各位 我在我的分享會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MCU主群 這是我台中廠的 這是我台中廠的 這張投影片呢 就是這張 MCU 我當時 跟各位講 MCU 我為什麼那時候會跟各位講MCU 好 所以 回來 重新 我們來看一下 我當初跟各位講MCU的原因 就是基於這一個 在3月出現一個 新聞 陸舊經濟 既擴大設備更新 有沒有 同步推 消費品 以舊換新 還有呢 也基於怎麼樣 另外一個消息 聯準會降息 那 聯準會降息 跟大陸 擴大設備更新 為什麼跟 MCU 有關 為什麼我能夠預告在前面呢 我們節目下一段時間 我再跟各位說說明 那利用廣告時間呢 你還沒有加我LINE的 你趕快加進來 你還沒有加我這個 YT人趕快加進來 如果你想要比別人早一步 如果你想要領先 台面上 所有分析師 在 早上的財經節目 還沒講股票之前 領先佈局 然後他們在 早晚的財經節目出來講的時候 再等著他們在幫你跟我來抬腳的話 你一定要提早 把我的YT訂閱起來 把我的LINE加進來 因為 我的股票 永遠比別人 早一步 就像這檔 盛群 讓你怎麼樣 買在絕情孤底 買在絕情孤底 是同樣的意思 好嗎?我們先進廣告 謝謝各位 現在就加入 谷海大丈夫 Light生活圈 小老鼠 HIH888 或掃下方Track號 並且訂閱谷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 打開小鈴鐺 台灣最大的是 盛群 盛群的前身好像叫 那他們是連電的人出來的 為什麼這段時間這麼弱 因為 大陸的NCU也在競爭 低價 但是 如果 我剛那個記者寫的 如果大陸他確實要出台 已舊換新 刺激消費庭的話 那 整個NCU 我認為底部 就差不多 因為 會去庫存 去完庫存之後 就上來了 現在的那個 IC設計的代工價 就掉下來了 因為前兩年不是在搶產人 所以那個代工價都調高 那現在他們的代工價要調低了 那我認為這個公司 在台灣已經經過大風大浪 這些公司都是從2000年 2008 次代風暴 然後 COVID-19疫情都經過這個公司 你不用太擔心他會倒 我很快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我在 我三月的這個分享會 我就跟各位講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的分享會 我都是領先預告 我們會員都是免費參加 那 因為我都是辦在五星級酒店 所以 非會員我都有跟你著收 這個千塊的這個 場地費 但是很值得 因為你跟著領先佈局 你也不用 盤中去跟人家盯盤 那 你看一檔盛群 你提早佈局 你就穩穩的 光一張盛群 只要五萬多塊 你已經可以賺一萬塊錢了 好來 那 為什麼說升息 聯準會升降息 會 對這個MCU 有很大的幫助 來 我很快跟各位講 我說聯準會降息 資金會跑到新興市場 只要降息 房市車市就會好 房市 代表的是原物料的動能 還有 大家 原物料 還有 因為降息 大家 因為利息 繳得少 大家的開銷 大家的支出 買東西的錢就會變多 那消費品就會 這個 需求會大起來 所以做消費品的公司 就會好起來 這是第一個 那 降息 因為美國的利息 高 那如果降息之後 這兩年不是 車子 這個車店 車子電動車賣的少嗎 還有 那就是因為升息 那如果降息利息變低 那車子怎麼樣 就會 這個需求會出來 那需求會出來 我們台灣做車店的個股 概念 股票就會漲 所以道理非常簡單 為什麼我做股票 一定要從總經面出發的話 是因為 你了解總經面 你就會知道 你接下來 去勢看對的時候 你可以很多股票 跟我怎麼樣 埋在絕情谷底 好來 再來另外一個新聞 你看這個是我在這個 我們的 分享會 我都已經在提早跟你講 那分享會 同樣講說 這一張 陸就經濟 大陸設備更新 就是這個新聞 那 這個新聞 一樣 大陸為了要救經濟 他要刺激消費 就跟我們台灣過去幾年發消費券一樣 那我們台灣也有什麼家電 什麼冷氣洗衣機有沒有 換新 同樣的意思 那大陸現在也推這一套 那中國市場很大 所以如果大陸推設備換新的話 那當然啊 所有的 阿陸 這個消費品就是以3C為主 生活家電 那生活家電就會迎來一波 這個很大的換機槽 那各位 生活家電要用到什麼IC 那就是MCU MCU 所以我在分享會 我就跟各位講說 如果這一波大陸 既設備更新的話 那MCU會迎來怎麼樣 一個怎麼樣 破底範 所以 我在分享會 我就跟各位講 這個MCU這一張 我跟各位講的 新唐 跟 盛群 那這段時間 你就可以看到 盛群是不是 就這樣標起來 所以 我在 分享會當中 我就說 從車用電子 物聯網科技 到智能家電 逐漸乘走 MCU的中端需求 也得到解放 所以 你看我現在 我就在上海的外灘 我住在 這個和平飯店 今年一整年 我會很密集的 到大陸來考察 大陸的這個 市場的 付出狀況 所以 我們這個 顧外當商服務班的 同學 你可以放心 因為我永遠 帶各位走在 產業的 前端 那我們 會為各位 發掘 來在 絕情谷底的股票 像這一波的MCU 我們又 領先 頭顧 所有的分析師 帶各位 在這個地方 抄底布局 所以你這兩天 你有跟我賺到 新唐 創為的 更正 你有跟我賺到 盛群 跟新唐的 那我就恭喜你 那這兩盛群呢 雖然昨天打到季線 有一個上影線 押回 那我認為 隨著 這禮拜 這個月的 00943 兆風ETF的募集 再加上 我剛跟各位講的 這個大陸 消費品換新 再加上 聯準會未來降息之後 會把資金 的海嘯 重新推向 這個新市場 那我非常看好 這兩 MCU未來 盛群會有 非常大的一個成長動能 那當然 另外這一檔 新唐呢 基本上呢 他 也是在底部 那我剛講說 復甦 除了房子好 車子也會好 那 這檔新唐呢 他同時兼具 具有車電 又具有消費品 MCU的這個成長動能 所以 我想 今天你有看我節目的 我想盛群跟 新唐 我就送給各位 那祝各位在這一波 這個 放完廉價之後呢 我們的手上不管是 新唐跟盛群還有我們手上的 這些陳蓋骨 都能夠 支支 賺 謝謝各位收看我的節目 現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 Light生活圈 小老鼠 HIH888 或掃下方Track 並且訂閱 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 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 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